欢迎来到恩典频道 过年快到了 毕竟凤梨代表旺来 所以今天就来做核桃凤梨酥 首先来准备饼皮 这里是120克暖化的奶油 加入20克的糖 喜欢吃甜一点的人 可以多加一些糖 先稍微搅拌一下 再用高速把它打发 再来加入50克的奶油卤肉 用低速稍微搅拌一下 再慢慢加入4颗蛋黄 我会建议一颗一颗的加 一样用低速把它搅拌在一起 这里是100克的低筋面粉 加入100克的全麦面粉 也可以使用普通面粉 再把它过筛进去 加入60克的新冷粉 30克的帕马森起司 不喜欢起司味的人 也可以选择使用奶粉 把它搅拌在一起 再用手把它揉成一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用保鲜膜 包起来 放入冰箱冷藏 30到45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准备 凤梨馅 这里是200克的凤梨馅 不会做凤梨馅的人 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再加入160克的核桃碎片 把它完全搅拌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会把饼皮和线分成24块 饼皮大约22克 线大约15克 这里是一个凤梨酥的模具 拿饼皮轻轻的捏成小碗的形状 加入线 轻轻的往上推 然后收口 再来把它放进去凤梨酥的模具 往下按压 把它翻面 一样轻轻的按压一下 让它形状比较好看的时候呢 再轻轻的把它从模具推出来 这种方式 一个模具就可以做出好几个凤梨酥了 24个都做好的时候呢 把它放进烤箱烤340度 16到20分钟 哇 满屋子都是香喷喷的凤梨香气了 现在就好吃的凤梨酥了 拨开来还可以看了里面的凤梨和核桃馅 喜欢的人请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别忘了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